請國會過半 回到本命區台南 為黨籍立委王定宇造勢 拿起國會過半 潛見國造標語 半信德提出獲得兩岸和平的四個目標 在國際變動下 繼續加強國防經濟力量 同時和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而在野猛烘賴清德為兩岸帶來戰爭 賴清德認為在野三陣營主張 剝離不了一中原則 我們要一個中國完整的資格 我們一旦接受一個中國的完整 這是不可能這就好 那清德同時抨擊前總統馬英九 日內虛弱台灣自我防衛力量 你在裡面沒有加強國防衛力量 而且又縮小 減少台灣國家的力量 你後來再說 我們不會勉強 我們本來就沒有勉強 重申願意在對等尊嚴下與中國對話 主動遞出橄欖枝 含話選民要有信心 切勿因為害怕中共威脅而走回頭路 現場電視十千里時間望 劉茲營 台北台南報導